這些名字好像很慈善 如果看完《一不過撥款》的報告 有些資深的慈善機構 比無狼發展商還衰 黑扣員工工資 同工不同酬 所以所謂一些慈善 歷史狗的慈善機構 其實我覺得這些應該 打落十八層地獄 有幾個問題 希望局長研究 歷史建築群的可持續發展很重要 其實有發展方面 不單單是歷史建築群 是建築物的 譬如我過去多次 跟局民政署反映 八鄉有一條利達橋 那條橋其實是清朝之前已經存在 但政府可以荒謬到 那條橋面是蓋上紅毛麗石屎 你捐到橋底就看到幾條 清朝已經遺留下來的那條橋 但整條橋你在外面走過看 沒人知道的 以前有一個石碑在那裡 是介紹的利達橋 所以我想要推動文物的保育 不單單是建築物 其實新界有很多很值得保留的物品 剛才我講過橋是其中一種 沒理由清朝已經存在的東西 香港已經不多 所以政府希望在這方面 保育方面 多層次多方面 不單是建築物 如果建築物那裡 主席多年來我很關注 就是屯門紅樓的發展 但現時多項的政策 都仍然令紅樓的發展完全窒息 究竟在政策上有什麼新的措施 可以確保類似紅樓的建築物 和建築物的環境 可以發展成為一個香港有價值的紀念 孫先生的一個這麼重要的景點 因為每年相審 我們都去紅樓的 但是去到就很唏噓的 一個很荒蕪的地方 建築物又破爛 那個環境令人感到 香港政府是不是這麼關注 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呢 第三點主席就是 除了建築物 建築物有關的物件是重要的 譬如警言理 最近政府用新政策 可以轉換土地 竟然你先前那些窗門 就被人拿走了 但是據我理解其實可以找到回來的 但是可能所涉及的金牙和政府的權力 各方面有限是做不到的 會不會你要保護的時候 在合理情況之下 受到某方面的法律的權力 可以讓政府去可以沉迴 或者拿到那些 跟那個建築物有關的設施呢 麻煩主席 好了 主席 第一呢 現在在古物估值條例下面 成為法定估值都不單是建築物的 石黑這些都是的 但是就著陳議員說的尼達橋 我沒有什麼資料 明先生可以說一說 但總之橋都很重要 大家知道最近我們在啟德工程 發掘了龍津橋 我跟大家說一定保的了 現在改圖我都要保住龍津橋 因為非常之有歷史價值 第二個呢 又是講一個個案 對不起我今天也沒有什麼詳細的資料 但是這些凡系不是屬於政府的文物的建築 要找到一個好的方法保育是相當複雜的 這個樓我就不熟悉了 但是瑪麗信樓我就很熟悉了 因為我整天都在談 怎樣可以處理瑪麗信樓 這個古籍的保育的工作 因為牽涉到有私人業權 怎樣可以提供到經濟誘因 或者是作出某一方面的補償 才能夠令到這個古物建築 能夠保留下來 當然也有往後的活化工作 第三呢 我很難進入去講這個個案 因為我不知道陳議員掌握多少資料 我當然知道這件事的前因後果 也不方便講 只能夠跟陳議員講 我們都很重視在古物建築裏面 所有不但只是這些物件 甚至他的歷史 所以現在我們做這些每一件的活化工作 背後的歷史 有時候要用一個口述的歷史方式 去知道他往日的歷史的價值 和演變都是很重要 主席 我第三點是個重點 政府會否考慮修訂某些權利 令到政府有權或者某些機構有權 去追溯那些古物古籍建築裏面的設施和物件 這個我們要詳細考慮 所謂法定的權利是應該怎樣去處理 多謝主席